大家好,我是小鹅 今天来分享米酒的做法 米酒又叫做甜酒,酒酿,牢骚 主要是由糯米制作而成 制作工艺简单,口感纯厚,香甜 而且酒精含量极低,老少皆宜 因此广受人们的喜欢 今天来分享详细做法 米酒不发酸,不长毛,成功率极高 制作米酒的第一步就是泡米 米可以用长糯米,也可以用圆糯米 圆糯米口感会更好一些 一斤糯米清洗干净,浸泡一夜 泡到可以用手轻松碾碎即可 再捞出控干水分 放入蒸锅中,隔水蒸熟 蒸出来的米软硬适中 做出来的酒比较清澈,甘甜 现在也有很多人直接用电饭毛煮米 这样不用浸泡,更加节约时间 但是电饭毛煮的米比较软烂 做出来的酒比较浑浊,不够好喝 米铺平之后,戳上一些洞 这样方便上汽 盖上盖,大火蒸30分钟 趁着蒸米的时间,把所有用到的器材都充分地清洗干净 然后再用刚刚烧开的开水烫一下 做米酒对环境的清洁度要求非常高 如果碰到油,生水或者脏东西,非常容易长毛 这样就会失败 再用烫好的碗 当一个碗开水 放置温热不烫手 糯米蒸好之后,冷却到35度以下 35度是米酒发酵最合适的温度 如果温度过高,会烫死酒去 即便是烫不死,做出来的酒也比较容易发酸 温度低了,发酵速度会慢一些 但是至少可以保证成功 酿好之后,再来加酒去 酒去要选择保质清净的酒去 按照包装袋上的说明 一斤糯米,加入两克酒去 均匀的撒在糯米上 酒去不要放太多 酒去太多了,容易发酵过旺,长白毛 撒上酒去之后,再搅拌均匀 现在糯米比较粘,不容易搅开 我们加入放好的温开水 温开水大约35度左右就可以 边加边搅拌 水不要加太多 加到可以8米,搅拌开 搅成一粒粒的,这样就可以 搅拌好之后 再用铲子压结实 这样更绿发酵 再用筷子在中间摇出一个窝窝 通过这个窝窝可以观察出酒的状态 通过这个小细节 我们可以明显得知 米酒的出酒率其实并不高 至少从表面看不到酒 我们需要通过这个洞来观察出酒 在网上看到很多做米酒的 出酒率很高的做法 其实都是水加的非常多 水加多了,做出来的米酒口感并不好 所以我们不用一味追求出酒率 拼命的加水 现在盖上保鲜膜 放到30度左右的地方进行发酵 冬天可以放在暖气边或被子里 夏天可以直接室温发酵 春秋天我们可以给它裹上一层布 米酒的发酵时长也不确定 夏天大约24小时 冬天呢3到7天 春天呢大概两三天 现在的温度是24度 我裹了一层布 放在保温箱进行发酵 第三天就已经发酵好了 酒窝窝里面满满的都是米酒 打开保鲜膜 就可以闻到香甜的米酒味 用勺子压一压 可以看到米酒带冒泡泡 酒水非常非常的清澈 入口香甜醇厚非常好喝 米酒的酒精度非常低 如果再继续发酵多天 酒精度就会上升 口感就会比较浓烈一些 不够好喝了 所以说做米酒 一次不要做太多 做个三五天喝的就可以 因为做法非常简单 随吃随做 成功的米酒还有一个特征 就是里面的米抱成一团 用勺子推一推 可以整体移动 端起盆的晃一晃 也可以大块大块的晃弄 吃的时候 米和酒水一起吃 可以直接吃 可以蒸馒头 可以做糕点 也可以煮汤喝 在很多地区 女性作业的期间 都有喝米酒带花汤的一个习俗 由此可见 米酒的营养所在 煮法非常的简单 水开放入米酒 再次烧开之后 淋入蛋液 蛋液浮起就可以了 加水稀释之后 米酒甜度会降低 口感微甜 营养美味 好处非常多 爱喝米酒 一定要试一下哦 制作视频不易 如果你喜欢 就长按点赞 支持一下吧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